证明上帝存在的40个例证 我仿佛是到了天堂的一种感觉 我有一种模糊的眩晕感 兴奋刺激的温暖 充盈湿润充满力量 急切感一种不可抗拒的牵拉之感 我感到极度兴奋呼吸急促 同时我的头变得轻飘飘的 像是在一个梦幻世界声音模糊遥远 时间像停滞了一样 喜悦欢乐令人感到兴奋刺激 使我快乐的发狂感觉棒极了 像是身体的最佳状态 仿佛像是一种觉醒和生命的开始 感觉奇妙无比 几乎世人无力承受的极度狂喜 魅力无比 血液奔腾 不顾一切 销魂飘荡 极度兴奋 奇妙无比 令人陶醉 充满力量 美不可言 从某个方面幸运唤起能 给予我机会让我超越自我 从日常生活存在的迷雾中醒来 像是离开了我的肉体 离开了我的精神 而且也不是真的关心对于 平常的自我显得重要的一切 所有的触摸的感觉都是那么美 我渴望这种感觉永远继续下去 生命的驻足宛如瞬间的永恒 透过畅饮和品尝肉体的 甘美的强烈交融 一种奇异的感觉 我的自身存在的另一围 从我生命的支撑点那里 飘离融化 一种猛然喷涌的烈焰 强烈吞噬一切 美妙之极 一种亲人心脾的快感 一种不可抗拒的快感在增长 直到它成为一种迅捷的 高空探测火箭升空 爆炸式的强烈快感 开始出现在阴地部位 接着 像我的整个阴部放射在这个时刻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的里面仿佛充满了活力力大无比 里面的湿润热力和强度 都让我感到无比舒心 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 各种燃烧着的美妙感觉 都在我大腿内侧放射着 仿佛我周围的一切都停止了存在 我完全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之中 直到现在 我在生活中没找到比它更美妙的感觉 那种感觉上一种没有意志 与思想无关的完完全全的沉浸 它彻底征服了我 占据了我的身体 就其破坏性的整体效果而言 描述这种生理感觉的最好 词是蛮横不顾一切 我唯一能够讲述的感觉是 某种形式的全身僵直 紧绷 此外还伴有无法区分的 性器官部位的内部爆炸 我的身体逐渐绷紧 感觉到达了一个陡峭的极乐高峰 接着 触碰到了一个销魂荡魄的高原 我发出锐利的尖叫声 划过了一个极乐感觉的封面 然后我的身体发生了 五六阵剧烈的抽搐症挛 一开始尖锐激励而急促 随后变得越来越顿 越来越慢 越来越平缓 这就是两性愉悦中的性感高潮 从以上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性高潮时的生理和心理 感觉是无与伦比的美妙快感 是美的极致 难怪搬固在汉书 一文字中说 防中者 情性之极 至道之计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授生理学的Jarrod Diamond说 Human Sex is Weird 是神奇的不可思议的 超越自然的 两性愉悦如此神奇 如此令人神魂飘荡 如此令人向往 难怪弗洛伊德下结论说 性的驱动力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力量 那么是谁造就了 这么一种人类的美妙感觉 难道性快感 也是自然而然进化来的吗 两性愉悦 单纯是为了传宗接代 繁衍子孙吗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研究生 Steven Howard said In terms of the energy needed A sexual reproduction Is a more economical way to transmit genes To ones Progeny 他研究的结果是 无性繁衍最经济实惠 最能把一个生命体的 基因特征传给后裔 那么为什么就产生了 有性繁殖呢 人们追求两性之间的愉悦 仅仅是为了生孩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 妓女卖淫 绝不是为了给寻乐人生孩子 寻乐人找妓女 也绝不是为了让她给自己生个孩子 人类的智慧能制造出一个母鸡 在一条流水线上不断生产出产品来 难道上帝就没有智慧制造出一个母体 不断地生产出子体来吗 两性之间的愉悦 纯粹是为了享受人生 这是上帝对人类的大爱 至于繁衍子孙 那仅仅是两性愉悦的副产品 此外 无性繁殖会把基因带有的 疾病百分之百的遗传给下一代 而通过两性交接基因中的疾病 就可以缓解 甚至消除杂交产生优势 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没有性生活种族就会灭绝 所以两性愉悦是上帝的安排 过性生活符合上帝的旨意 性压抑是对上帝的不敬 我们一定要过性生活 一定要过好性生活 要让性生活伴随着我们走向生命的彼岸 对性生活的压抑禁锢摧残是违背人性的 是没有道理的 上帝造就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要制止 性生活不存在什么荒淫无耻 越荒淫无耻越好 慕子美现象没有非议之处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若能获得一次性高潮 就不会有此悲哀凄凉的结局 这么说 是不是生命禅怨反对基督教和佛教呢 摩西十诫中的第七条是 不可兼淫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中 耶稣说 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不断望着女子而对她起欲念的 心里已经跟她通奸了 要是你的右眼让你绊倒就挖出来扔掉 你失去一个肢体 比全个身体都投进积汗拿 耶路撒冷城附近一个焚烧垃圾的地方 对你还有益处呢 佛教冷言经卷六 正教持戒的第一条是断银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银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汝修三昧 本出尘老银心不出尘不可出 纵有多知禅定 现前如不断银必落魔道 上品魔王 中品魔名 下品魔女 彼等诸魔 亦有图众 各各自未成天上道 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 多此魔名赤圣事件 广泛贪淫 为善之事 令诸众生 落爱 见坑师菩提录 耶稣是神 释迦牟尼是佛 他俩博大精神的智慧 是我们凡俗之人 望尘莫及的 他俩的教会 是生命宝典中的 无价真品 耶稣是从神性上 在教导我们 沿着耶稣指引的路走 我们就能进入 上帝的王国 那是一种 至高无上的生命道路 释迦牟尼佛 是从佛性的角度 来教化众生的 我们要想成佛 就必须断银 这种断银 不仅要从生理上断 还要从心理上断 就像神耶稣教导的 只要你心里 有了淫欲念头 就已经犯了奸淫之罪 基督教是神教 佛教是佛教 这两大宗教 为我们人类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使我们认识到了 通向高层生命空间的道路 让耶稣深入人心 让释迦牟尼 渗入骨髓 是生命禅院的首要任务 如果把人类发展的途径 比喻为三层楼房那么 基督教站在最上层 佛教站在中层 而生命禅院 站在最下层 从生命层次上讲 佛教是越过人性 引导人们直达西方极乐世界 三六维空间中的极乐界的直达航船 要登上这艘航船 就必须断营 基督教到底要把人们 引到哪层生命空间 就我目前的智慧还看不透彻 从耶稣的神迹和教导来看 应该是让人人成天使进入天界 神的乐园 在马可福音12章18到25节中 耶稣说 他们从死人中起来 也不娶也不嫁 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什么是天使 天使是带有神性的天仙和佛 佛尚有佛法约束 而天仙是自由自在 逍遥飘逸 具备神通的 仅次于神的高能量灵体 如果基督教引导人们 向天仙发展 才符合耶稣的教导 也才有明确的生命空间发展方向 但从基督教徒们的活动和追求来讲 似乎还要做人 还要有父母子女 夫妻亲友等关系 还要有私人财产 这就让人莫名其妙 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中 耶稣说 任何人到我这里来 如果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 妻子孩子弟兄 姐妹甚至自己的魂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为什么要恨自己的亲人 因为你不恨 你就无法成为天使 对天使而言 根本不存在亲情 我们从耶稣和释迦牟尼的教导 可以看出 智慧的终极是相通的 耶稣和释迦牟尼佛的目标是一致的 佛教徒能够快刀斩乱麻 依然决然地抛弃尘世间的一切 包括父亲母亲妻子 孩子弟兄姐妹 财产地位生育和自己的魂 死心塌地的修行修炼 他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而所谓的一些基督徒总有点挂羊头 卖狗肉的嫌疑 我们人类的发展方向就是 神耶稣和佛释迦牟尼指引的方向 问题是 在人与天使天仙和佛 之间有一个浩瀚的海洋 我们如何驾着生命之中 度过汹涌澎湃的浩瀚海洋 到达理想的彼岸 如果我们能像寺院中的和尚尼姑牧师 修女那样 放弃人间的追求 潜心修行那是再好不过的 一步登天虽然艰难但是值得的 问题是我们能吗 其余的不说 但就两性逾越这座大山 有几人能翻越过去 我还要问 上帝在我们体内安装了两性逾越的结构 是让我们享受做人的乐趣 我们为什么要翻越这座大山 达到兴高潮时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那种进入天堂的感觉 那种欲仙欲佛神魂飘荡的感受 那种爱的释放和扩散 那种时空停滞 想让肉体化入宇宙的感觉 那种想抛弃尘世间的一切 永恒的驻足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期望 难道不就是我们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吗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成天使 天仙和佛 但从一个起点一下子就跳到终点 除了对天生就拥有天使会根的人 就像我的奶奶 天生不吃肉不是她想吃不想吃 而是只要一闻到昏腥胃就要呕吐外 对其余的人太艰难了 从小学一下子进入研究生院 需要脱胎换骨登峰造极的超越 太难了 那么有没有最终能成天仙和佛 而艰险度稍微平缓一些的途径 有 我们先到千年界去 因为享受两星愉悦只妨碍我们成天仙和佛 而不影响我们去千年界 请看三十六维空间的千年界 千年界虽然与天仙和佛的世界还差十万八千里 但毕竟是人性升华了的世界 我们先去千年界再去万年界 最后到天仙和佛的世界 极乐界 这就像一个小学生先去中学再升入大学 最后进入研究生院 言归正传 两性愉悦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对人的恩赐 只要我们在享受两性愉悦时感谢上帝 牢记上帝的恩惠 上帝一定不会惩罚我们 我从两性愉悦中看到了上帝 你看到了吗